他为什么给我算五人份的游碟碗筷 这算错了 我们是三个人 你们三个人的话 今天你们点两份就够了 好 今天我们后来两人没来的 给我算了五人份 五个人四百块 人均八十还可以 吃个鸟朵 这个五香的鸟朵还没吃过呢 我发现一点 在西安吃火锅 火锅店买女孩朵 但是在这边 男的偏多是不是 尤其是一种老火锅 这牛肚肉贼厚 特朗目前为止 除了让我打几个喷嚏之外 我觉得爱喝少呢 你们吃火锅一般吃啥的 这鱿鱼这肉 极大一块儿 看它很厚度 我反正他们这 什么个人都吃得贼厚 吃饭就要这样吃呢 这才能吃出来 好爽 干饭这种豪气 制作的毛肚 这个超级香 这个毛肚 我以前没有吃过 是不是 你们吃过吗 我没人敢吃牛肝 开始计时了 还真开始计时了 欣妮把苗表都掐好了 我不自觉的随着 张欣妮的头点着 可以了吧 搞 我给你们听听一下 这牛肝的脚感 真是个寂寞 下次在家里边给你录 那种ASMR想看的宝贝 爱柯想看的 他们的自制午餐肉 看起来是肉多嚼 里面这红红的小肉粒 里面真的是有肉酥酥的 这米饭蒸得很特别 豆嚼 我都让胡萝卜 这是蒸出来的 鲜甜可可 贝贝子吃米饭大把 我开始了 鲜甜可可 鲜甜可可 这是整个脱骨的这种啊 他们的肉贝后 而且还保留了一些软骨 这个皮肚要打吹下去的很好 太多了 量着吃 对啊 我给正头前的照片提醒一下 吃中行鸟 吹半天 感觉是温热的再吃 我正口里面是把那个吹的过程 截掉了 千万不敢从锅里捞出来就吃 这是那个牦牛肉我记得吃 鸟鸟好好猫 没事 想念想念想 不是 不是不应远 自己叫的舒服就行了 这玩意太吃辣了 他把我拿一个酸杯汤 哎呦 没闹 我这已经在吹火了 我已经在吹火了 我赶紧会杀红眼了 来搞个超小 超小是不是好了 一飘起来就好了吧 就家里的脚子也是一飘起来就好了 是不是 这个绝碗了 这个比单独 你走到超小出来的桥 温数味多了 嗯 啊 之后我们还要跟您再聊 我们再再见 马死我了 战绩三平原料 一个习惯